嗨,晚上好,这里是整篇经典,感谢您每晚九点三十分准时守护收听,我是尼爸。 忙碌了一整天,今晚分享一个短小的小故事,希望您能喜欢。 某个人死后,灵魂来到一个地方,当他进门的时候,守门人对他说, 你不是贪吃吗?这里有的是东西,随你吃。 你不是贪睡吗?这里睡多久也没有人打扰。 你不是爱玩吗?这里有各种娱乐,由你选择。 你不是讨厌工作,不喜欢受拘束吗?这里保证没有实作,更没有人管你。 此人于是高高兴兴地留下来,吃完就睡,睡过就完,边吃边玩。 但是三个月下来,他渐渐觉得,有点不是滋味,于是跑去见守门人。 这种日子过几天倒还不错,但是时间长了,不见得好呀。 因为玩得太多了,我已经提不起什么兴趣了。 吃得太饱了,我的身体不断地发福,睡得太久了,头脑都变得有点迟钝。 您能不能给我一点工作,早晨追我起床呀? 守门人摇摇头,对不起,这里没有工作,更没有人催你早起。 又过了三个月,这个人实在太难受了。 于是,他又跑到守门人的面前哭诉,这种日子我实在受不了了,如果你再不给我找工作,我宁愿下地狱。 你以为这是天堂吗? 这里本来就是地狱呀。 守门人大笑道,他使你没有理想,没有创造,没有前途,逐渐腐化。 这种心灵上的煎熬,要比上刀山下油锅的皮肉之苦,更令人受不了呀。 好了,故事就为你分享到这里,这是刘庸的《不负我心》当中的一个小故事,希望他能带给你一些小小的收获。 我想没有理想,没有创造,没有前途,逐渐腐化,那么当下即地狱。 好了,今晚就是这样,一个小小的故事送给你,希望在接下来新的一周,你能够在工作上有所收获。 我是主播尼巴,感谢您关注枕编经典。 如果喜欢这篇故事,或者想听到更多的小故事,希望能够在文末帮我们点个赞,或者留言。 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,祝您晚安,好吗?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城市,但现在距离更遥远,就像是在思念远方的姑娘。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城市,但距离更遥远,就像是在思念远方的姑娘。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城市,但距离更遥远。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城市,但距离更遥远,就像是在思念远方的姑娘。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城市,但距离更遥远。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城市,但距离更遥远。 是要继续的姑娘。 해요 每当雨季来得,我会很流非常高。 周见暁 Safe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城市,但距离更遥远的姑娘。 就像是在思念远方的姑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